自从我们上次说了鹰桌之后 很多朋友就好奇 鹰桌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我们上一次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是我拉开对方肩架 打击对方 第二种是我们打一个寸劲 这种 所以鹰桌都是让你在对方有很有劲的前提下 依然把对方刀过来 这叫鹰桌 从这节课我们引申一个叫 行一拳轻出重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重收是个什么含义呢 你很明显 就是要打开对方的肩架 例如对方抱着很紧 我打也打不进去 拉也拉不回来 我们怎么打开他的肩架呢 你就要用变化的力量 例如这种 是吧 这种重收更多的是把对方的肩架拉开 当对方进攻我的时候 是吧 你把他肩架打开 你这个时候去打击他 对方打后手也是 拉开 在这个角度 你注重回收 这不就正好 赢着他的劲儿就过来了吗 很多人为什么 在实战中 或者包括在推手过程中 用不上重收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很多练法 例如手收到腹部 再起钻 再打出 手再收到腹部 再起钻 再打出 实际上在古代是一个错误的练法 薛滇先生说 左手将拳下落至丹田 变成阴犬 不停 随时顺胸 往上钻至心口 手如拖雾之状 我们现在练的批拳 不是过去老前辈练的 过去老前辈练的批拳是 在这不停的 在薛滇的书里写过 手下拉至丹田 不停 上钻至咽喉 咱们现在都练成 一 二 三 这一瞬间有太多的漏洞 带来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养成这样的习惯 两个手都收回来 就像现在 你和人打 你肯定是两个手收回来 因为你觉得这样安全 对方打拳 打 对走 再打 对再打 你怎么再收 你本身已经收回来了 三体试是什么 三体试对方打拳 好了 对方再打拳 这才牵扯到收 对吧 你得有前方的东西 你才能收 所以你的装链的对 还是不对 你的拳链的对 还是不对 可以加屏幕下方微信 进入我们的内加权改进群 就不能被接下来 对方便 就这样 起来 怎么 facil 是老小帝